现在上汤 这是竹筒汤 8块钱一碗 哇 这算一碗吗 开在广州村里的网红农家乐 仨人255 因为我们开了一路多小吃车 到了广州的郊区 这有一样特色一定要尝尝 是这吧 这有点像农家乐 开门吗 坐在那边 要不要和老板亲自倒的竹筒汤 来 老板 你好 你好 我们画的 这是你煮种饭 煮肠 白贝吃 甜的肉 这些都是我试过好了 才是上网 最远都有哪里来吃的 地球对面 搞到我要学一点英语了 经过我长时间的研究 这样煮 完成了 把材料全部关进去 烧熟之后再关 它就关了 很微妙的字数 不申请顺利证书 哦 这在灭火吗 控制火事 2万里钱 我们就要把米饭煮好 这个上汤啊 这是竹筒汤 要不要里面的汤要吗 可以要 哇 这算一碗吗 这个三碗 你点多少 我上多少 竹筒汤 一碗八块 这是三碗啊 它是没有盐的 乌鸡 虫草 那个辣木叶的味道是甘甜 这是一个正常的农家乐的广东煲汤 竹筒竹孙白贝鸡53块 先尝口白贝怎么样 三块鸡肉 鸡是熟了 但是有点柴 搅不动 田螺肉40块 田螺脆润 基本上都是调好味儿的 食物的直接灌进 不太好控制火候 所以不太好掌握食材的熟度 吃一个形式 竹筒竹肠48块 没有清理的很干净 调味也没有把肠的味道去除干净 我甚至还吃得到苦味 不一定是非常完美的 有些竹筒饭 纯粹有事 烧辣的话 有问题可以通汉 排骨香芋竹筒饭 84 芋头排骨 芋头那种香味很粗 肉呢 怎么都是葡萄啊 这块有肉 84这个价格 我觉得应该给更好的排骨 这在广东的菜里面来说 算是做的很一般的嘛 这个田螺肉是最好的 这个排鸡肉 这个排鸡肉 排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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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想说吃出什么惊喜来 不太可能 我觉得锅的出现是有道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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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